你看侯市長救人 但從來不會記得要保溫 新犯拿著國旗上台驚喜現身 讓才剛下台的侯友宜一臉錯愕 原來他就是26年前白小燕命案 其中一位人質 侯友宜戴著頭盔 進入南非五官卓茂奇家中 把小嬰兒救出來 當時畫面相當緊張 如今20多年過後 他順利長大了 我還想說謝謝你和我母親相連結 對 現在有點長了 有點長了 以前是這個人 這麼小 這麼大 對 因為我剛才看到你我10歲 現在我26歲 你似乎一樣 我似乎完全不同 查克不斷感謝侯友宜的救命之恩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只想你們知道我們在這裡 我們很感謝 我承認所有的事 而且當你贏 希望我會成為台灣的國民民 這句給侯友宜注入強行針 兩人在舊金山橋宴上相見歡 只是侯友宜想叫他的名字有點卡關 沒關係 救人比較重要 查克特地從洛杉磯來報恩 只是這場會面是如何促成的 時隔26年的救命恩情 可以看到這小男孩長大了 也為侯友宜的訪美最後一頁畫下動容句點 TVBS新聞李明輝 張家寶 莊凱玉年軒 舊金山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VBS新聞網站